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我們現在在 武林山莊 那今天我們的 要去 走504秀 那今天是我們第一天 第一天我們從那個 武林山莊的登山口出發 那我們是半夜 三點多 開車開三個多小時到這邊 那沿途本來還有下雨 那到這邊其實 早上天氣還蠻好的 那今天我們 第一天預計要走 大概七個多小時 那到 新達山屋過夜 也會登頂持有山 好 我們從那個 我們從那個 岔路口 要大概走一小時的這種 水泥路 水泥步道 好 走一到 這個持有山的登山口 其實這個步道是還蠻平的 那這個方向是往那個 陶山瀑布的方向 所以沿路上都會看到那個 陶山瀑布還有多遠的這個 木莊 其實如果沒有要爬 武林四秀的話也可以 來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住在武林山莊 這還蠻不錯的一個行程 我們現在正式從 持有山登山口 開始要 開始走上坡 我的隊友們 就不是水泥路了 要開始走 山路 來歐 好 現在到達星達山屋前的 那個三叉營地 然後這邊可以上持有山 然後另外一邊是往品田山 跟那個星達山屋 那我們現在把 背包 都放在這邊 然後背小背包帶水 上去20分鐘 可以到持有山 走很遠 好 雖然是短短的 幾百公尺 但是是一個 還蠻陡的陡坡 大概走十五十分鐘 我們登頂 持有山 海拔3303公尺 好 武林四秀登上第一座 都是一片白牆 好棒啊 現在是沒有 沒有什麼展望 等一下下山 往星達山屋 加油 我們終於到了今天晚上要過夜的地方 星達山屋 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因為星達山屋 現在水桶沒有水 所以我們現在跟著一個山友 要去 附近的一個 活水園 取水 這也太黑了 還要來第三個倒墓 土很軟 我們現在在這邊取水 因為太滑了我就不下去了 先有隊友幫我 放在我的綠水袋裡面 到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流動的活水園 但這個地方其實 下來蠻危險的 所以 就是要小心 那站在這個地方是蠻滑的 最好是兩個人一起過來 好 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然後我們現在在星達山屋 剛起來 那今天天氣非常好 今天就是 只剩下我們這一隊 在這邊 吃早餐 那今天早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星達山屋 周圍 這邊有一個廁所 它是茅坑式的 到山屋裡面去看一下 其實這個山屋 算是一般的小山屋 所以 它是分上下兩層的 看起來還可以睡蠻多人的 我們現在要清裝去爬平田山 那 單趟大家走1.5到2 到2小時 它剛經過一個蠻陡的陡坡 現在是平路 一個建築草原 一個建築草原 那等一下我們會先遇到 平田山前峰 爬一個斷崖 就登頂平田山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群山圍繞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雪山 我們可以看到圈谷 雪山 然後北林角 大壩尖山、小壩尖山 跟這個陶山 跟這個南湖大山跟中央尖山 其實這邊也可以看到齊萊北峰跟祖峰 最後面的那個齊萊北峰跟祖峰 那邊更遠的話還可以看到玉山 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 感謝這個老天給我們這麼好的天氣 現在是快到中午了 11點40 我們剛從品田山下來 回到新達山屋 今天因為平日 山屋都沒什麼人 只有我們三位 那我們趕快在這邊 先吃中午 先煮中餐 然後再整理一下 等一下下午就準備出發 往陶山山屋 現在是下午1點10分 我們要離開 新達山屋 然後現在往這個 陶山山屋的方向前進 那一季要走大概3個小時 是要傍晚才會到 我們會先走到三叉營地 那邊有岔路 再往陶山山屋的方向 謝謝大家 我們終於到陶山山屋了 最後300公尺 像窗刺的 時間很慘 終於到了 我們已經登頂陶山了 504就第三座 今天天氣非常好 可以看到日落 山友上來拍照 可以看到這邊 層層疊疊的山 哇太美了 現在要往陶山的山頂前進 我們要去看日出 那現在我是青莊 因為我們看完日出之後 就要順道去柯拉葉 那因為我可能要升上去 等縮時的時間 所以 我就是要 比我兩個同伴早點出發 因為現在比較晚 所以 沒有辦法走太快 好 山頂見 我們上來了 陶山 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天氣很好 陰海 太美了 太陽會從那邊出來 先看看 看一下 太美了 已經沒有言語可以形容了 真的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好 啊 好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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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